是阿宁错了 阿宁失信你 对不起 苏宁 别看了 回去吧 我想跟真儿说说话 苏宁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我只是想跟真儿说说话 听我的 回去吧 你为何要这般阻拦 文昌公主的墓 被盗了 被盗了 真儿才死了多久 你们连他的墓都保不住吗 苏宁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说话呀 被盗的 是公主的尸体 我怕你伤心 所以没告诉你 怎么可能 真儿他生心顽皮 但是为人善良 别说公主 就是去临城的老百姓都一直爱戴他 谁会恨他恨的连尸手都不给他留 这件事我也绝确是蹊跷 自古道墓无非是求财 可是墓中陪葬品一样都没动 唯独公主的尸体不见了踪迹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谨 你放心 我已派人去查 查出是谁所为 定不会轻饶 是谁所为 除了你们陈国这些萧小之徒 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上天害理之事 苏宁 我知道你心中难受 可是你不该把所有怨气发泄在陈国人身上 那只能说明那场战争你输得不甘 我是不甘心 用偏昏的寂寞 切得我魏国的尘土 是我哪一个魏国人能甘心 你想如何